今天這個主題 潘老師 我們真的 就是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是的 他們好累喔 對 這些貴為偉大的媽媽爸爸們 辛苦你們了 還有我們的班長 尤其是JR 對 我也是新手爸爸 別這麼說 別這麼說 他最開心的 就可以脫離家裡的幾小時 來錄影 好舒坦 我以為 小孩是你的啞鈴 你舉得很高興 人也是放下啞鈴要休息一下的 是 啞鈴再可愛 不用天天舉 也是 媽媽們也是都有溝通的毛病 來錄影 他們最高興的是什麼 大延遲 為什麼 騙我們 延遲 沒關係 我可以進去嗎 一樓喝個咖啡 好高興 真的 我佩服所有做爸爸媽媽的人 真的 你為我們地球貢獻了很多 重要的人口 後代 好 我們來做一個新鮮 直接來是不是 我們直接來 我們抱怨太長了 對 節目播不完 這個直覺就是朋友 跟他的前任分手了 可是可能他們還是同行喔 那他們的互相關係如何呢 感情已經破滅了 但是職場關係有沒有變化 一 感情不在 但有需要 還是會互相支援啦 譬如說他們都是做網拍 以前是合夥同框 現在拆開來了 但是你有需要我出現 我就出現一下 你有貨需要支援 我也願意支援 反正有勤奮嘛 好 二 整個很針對 完全對 為例 已經有仇了 所以你賣什麼 我就更低價的賣 哎唷 這麼難 或者是 你們不要買他的 你們一定要買我的 就是蠻衝著對方來的 復仇的感覺 已經 對 已經翻臉了 三 感情事業都陷入低潮 就是 兩個人合夥的時候 做得還不錯 分開來了以後 哇 兩個人都做得不好 四 沒有拆夥 有錢一起賺 感情雖然破裂 但是有鑑於 同框比較有賺頭 他們還願意同框 所以 A B C D 有四個答案 請直覺你的朋友 跟他的前任 後來怎麼了呢 沒有跟前任同事同行 職場關係如何呢 請一直覺對待 宣號之後 就請唐老師來公布答案囉 來來來 今天談的是當爸爸媽媽嘛 對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談的就是 你的抗壓指數 大部分 很顯然 就是孩子就是你的鴨 好不好 對 那須媚姐的話呢 就是你的狗是你的鴨 是 我們先看沒有人選 好啊 沒有人選的 你的抗壓指數怎麼樣呢 可能你有選嘛 好 我們先來看 整個對立了 抗壓指數 你的抗壓指數是80 還不錯喔 不錯喔 忍耐性超高 常常吞忍 吃苦當吃補 所以你會認為說 OK 老天給我這個壓力 可能也是為了考驗我吧 我一定要努力過關 或者是 當一個好爸爸好媽媽 好正面喔 只能這樣 因為他也不太懂得反抗 因為他如果 他覺得反抗 可能也會減損了自己 那就不如把這個壓力 當成是一個磨練 通得過 就可能我的結果也會很好 比如說業績要求那麼高 那我如果真的突破這個業績 這業績以後就是我的信用 他可能也這樣子想 所以就認了好不好 我們來看第三項 他們兩個人分開以後 感情事業都陷入低潮 那你選擇這一項 你的抗壓指數 哎呀 很低 沒有20 那我們現場也沒有人選 沒有 好的 個性悲觀常常高壓 外面也很容易 外面如果也壓過來 你就崩潰了 對 所以選擇這一項的人 你要注意 很容易崩潰 但是崩潰的前提 不是外面的壓力 是你自己 已經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他已經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然後你再給他一點壓力 就倒下去了 好會 對對對 好 選這一組的朋友 來看一下 放壓指數 放壓指數 感覺不太妙 好辛苦喔 四位媽媽 還不是爸爸喔 裡面沒有爸爸喔 是 四位媽媽 來放壓指數 50 50 才50 才50 你們覺得自己很高啊 對啊 真的嗎 來來來 腳管道排解壓力 有管道才可以 然後靠經驗度過逆境 可能就是也要自我打氣 然後也可能 生了第二個小孩子 就會比較有經驗一點 好一點 對 然後 以及可以排解 總算是好了一點 但其實你們是壓力很大的 你們的壓力可能來自於 你們太想做好他了 然後也可能來自於 就是真的也蠻犧牲奉獻的 所以 管道也有可能是 你們要開始對自己好一點 我覺得心裡才能平衡 所以選到這一組的人 心裡平衡蠻重要的 你的平衡很可能也來自於 你不夠對自己好 或你的隊友 不是神隊友 你的隊友可能是豬隊友 這也是平衡 隊友就是爸爸 爸爸啊 爸爸到底有沒有幫忙 這也很可能是你崩潰的原因 我們選四耶 對我們選四 我們應該是百分之百吧 先開了啦 百分之百抗壓 跟我們要選這一個 有錢一起賺的 對 你的抗壓指數 來 個性樂天又少跟金 所以壓力左進又出 所以你應該是 蠻懂得排解壓力的 有能夠用這一組的方式 去對待很多事情的話 就是因為很多爸爸媽媽 這麼緊張就是怕小孩壞掉 但其實你要相信 你小時候 你很希望爸媽管你嗎 當你想通這一點 你其實就可以 能夠適時的放手多一點 你願意放手 你其實就輕鬆多了 嗯